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槍口對內 烏克蘭參謀總部表示 俄正規軍與瓦格納集團在盧甘茨克槍戰 烏克蘭反攻成敗 將決定未來的國際秩序 任正非2萬字訪談實錄 這幾天為什麼火爆了整個中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24日 星期一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槍口對內 烏克蘭參謀總部表示 俄正規軍與瓦格納集團在盧甘茨克槍戰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426天 損兵折降卻沒有進展 俄羅斯正規軍與瓦格納集團爭攻為過 互推責任 關係日益惡化 烏克蘭參謀總部稍早指出 俄羅斯正規軍與瓦格納集團之間的衝突已經演變成槍戰 雙方互有傷亡 烏克蘭參謀總部指出 由於在戰場上沒有取得重大成就 俄羅斯武裝部隊和瓦格納集團越來越急於找人為失敗負責 他們將自己的戰術失誤和遭受的損失責任推給對方 結果 俄羅斯武裝部隊和瓦格納雇傭兵在盧干斯克州的斯塔尼西亞盧干斯克爆發戰鬥 據烏克蘭參謀總部的說法 俄國內部戰鬥隨後升級為槍戰 雙方均有人數不詳的士兵傷亡 相關細節包括確切時間和有多少士兵被殺 仍未知 烏克蘭反攻成敗將決定未來的國際秩序 2023年的春雨為萬物注入生命力 卻也是烏克蘭戰場在起的先生 湯明暉在上報撰文說 烏克蘭預計5月份展開的攻勢不只是戰場的成敗 更考驗著未來由哪一方主導戰後的國際秩序 2022年 西方國家的援助在第一時間確實成功幫助烏克蘭 使得俄國未能實現迅速佔領基輔的目標 今年 西方國家若看不到明顯的軍事成就 特別是遠離戰場的非東歐國家 是否會以戰略自主為由調整援助幅度 或是降低援助烏克蘭的熱度 恐將成為軍事之外的重大變數 烏克蘭面對西方援助和國內民情的壓力 這段時間的集結和更新的裝備賦予軍事力量更大的政治壓力 甚至美國駐北約代表史密斯都預期烏克蘭將會發動某種程度的攻勢 西方國家已知烏克蘭的反攻已在弦上 但是美國仍為主動提供具備打擊俄國本土的武器與情資 將烏克蘭的軍事能力制約在能對師徒發動 像是能打擊300公里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F-16 可整合地域火飛彈的灰硬物人機 仍在美國謹慎的風險管控範圍 烏克蘭若反攻將決定能否堅持取回師徒的停戰條件 基於現實主義的實力進取 軍事勝利的影響重於國際法保障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原則 而今 俄烏雙方戰況膠著 烏克蘭更需要一場勝利 至少是小勝維持西方國家的援助熱度 並且避免造成中共國介入停戰的機會 倘若西方仍保持有限度地支持烏克蘭 或使烏克蘭反攻的成效不如預期 影響所及將直接裂解西方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願景 西方國家已於發展中國家對於烏克蘭戰爭的立場相異 若不能挫敗俄國的地緣政治野心 大西洋共識將被歐盟的戰略自主取代 對於俄國而言 一個分裂的西方和歐洲 無疑是普京政權加冕的最佳的合理 若使烏克蘭取得最低程度以上的勝利 至少在巴赫姆特的戰場獲勝 美國能以最低的成本重建大西洋共識 還能確保歐盟和北約東部的新邊界線 同時制止其他歐亞大陸潛在挑戰者發起挑戰 最理想的情況是藉由戰後新秩序 進一步整合歐亞大陸兩側的盟邦 建立一個基於美國離岸平衡地緣條件 整合歐亞大陸各個盟邦的安全架構 也將是臺灣安全最有力的發展方向 任正非2萬字訪談實錄 這幾天為什麼火爆了整個中國 最早發表於2019年6月14日今日頭條 題目叫《任正非的偉大是尊重常識的偉大》 發表在2023年3月30日的國際博弈局網站 引發了相當激烈的爭論 為啥同一篇文章 標題和內容完全一樣 3年前影響不大 而今卻熱潮起來 《易報》發表了關鳳翔的對這篇進行了自己的點評 點評了其中幾點 任正非的文章中說 不要罵美國企業 要罵就罵美國政客 面對斷供 很多人都在罵美企 點評說道 這段說詞充分暴露出對美國社會的無知 企業是誰 應該包括老闆 股東跟員工 及美國選民吧 政客是誰 是他們投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你說怎麼分開 儘管政客偶然也有違背民意的醜聞 但他們不敢離譜太遠 除非不想連任 所以老人想當然 以為美國政企之間 官民之間必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可以分化利用 這種愚昧無知 可能導致對中美關係的另一種誤解和誤導 原文寫道 我們和美國有衝突 但最終還是要一起為人類做貢獻 點評說道 老人想到中美需要合作 這是他的高明之處 但他不便說的是 需要跟能否 並非一回事 更不是無原則的互利雙贏 老基辛格都看到 蜜月期是回不去了 原文寫道 中美貿易根本的問題是教育水平 任正非強調 芯片問題光砸錢不行 要砸數學家砸物理學家 得靠人才 人才從哪裡來 教育為國家輸送人才 所以中美貿易戰的根本問題是教育水平 點評說道 強調教育重要這沒毛病 但過分突出教育不計其餘 就有違教育論或者教育萬能論嫌疑 沒抓到問題的症結 首先 與1978年相比 如今碩博數量何止增加十倍百倍 但數量多 質量低 特別高官在職博士 連論文都不敢亮出來 本科數量更是嚇人 但多少人在送外賣快遞 教育的關鍵不再砸錢 在歐美 教授跟電工薪酬相差無幾 根本問題還在能否受到尊重 原文寫道 哪個國家有更好的機制 更開放的政策 哪個國家就會崛起成為最強大的國家 點評說道 這段話接近問題實質 但欲言又止 不敢說透 更好機制是什麼機制 就是改革開放 簡稱改開 改開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 但市場秩序的建立與維護離不開兩大前提 一是人的自由 自由思想 自由責業 自由遷徙 自由結社等等 也就是私有制加民選政府 二是司法獨立 保障公平立法與公正執法 提到開放 不僅僅指開放商品和勞務市場 更要開放思想市場 權力市場等等 任正非兩萬字的訪談實錄 這幾天為什麼火爆了整個中國 一是任正非展現了極其難得的企業家格局 把政治和商業分開 把愛國和商品分開 把憤怒和理智分開 把美國和美國政客分開 把美國政客和美國企業分開 而這種胸襟和格局正是當下中國發展極其稀缺的 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共鳴 二是任正非說出了民族珍貴的常識 華為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為守住了常識 這是點評文章的結尾意在總結全文 所以關鳳祥的點評也應該有總結意味 只說三點 第一 論時間 該文已經發表了兩三年 以前沒激起太大反響 如今冷飯熱炒 光媒沒動靜 說明中宣部不熱衷 甚至不認同 所以作者不認為主流輿論有拐彎跡象 第二 就算頂層有意拐彎 也非老人這篇舊文所能勝任 需要撥亂反正的任務太重 欠仗太多 必須從根上改起 解決性資性赦的問題 第三 當前內外交困 清華教授孫立平說的缺乏三感 國家的方向感 精英的安全感 百姓的希望感 是社會真實寫照 高官心裡都明白 用搞什麼基層調研嗎? 那無非是個障眼法 給不作為找塊遮羞布而已 總之 目前似乎各行各業 都到了山窮水盡已無路的絕境 要求用了一切證明 大家可以發現 能否如在此放在一陣子 每回看到不早上的部分 越來越到最後 將會看到不早上的地方 每次都在祝福益封口的陣子 不早上的數位 出發 此後的應 oke 聽說 一位生氣了 肉女生氣了